我真的沒想到打高爾夫球嘛 練球的時候就碰到一個很久沒有碰到的長輩 就講說 男人不要走 婚姻維持喔 沒有這麼容易 我說哈哈 對對等一下等一下 就有朋友說看到你最近來打球練球 都帶一個年輕的妹 我也沒有說我要帶 他每次都自己要跟啊 那我有什麼辦法 就這樣 都要跟啊 你看 年輕的妹 一人鬥志孔愛好戶外運動 最近琴跑高爾夫球場 沒想到日前偶遇一位長輩 對方突然開始開導他的婚姻 令鬥志孔聽得一頭霧水 疑問之下 才知道竟是因為老婆太童顏 穿著打扮又顯得太年輕 導致不知情的旁人誤會 正攻莫名其妙變成小三 鬥志孔也在社群平台上發影片自嘲 誤會就是這樣來的 你們兩個最近遇到的事情啊 我最近日常還打高爾夫球嘛 練球的時候就碰到一個很久沒有碰到的長輩 就講說 哎 找到 最近怎麼樣 我說還好還不錯啊 婚姻就講說 好啦 既然遇到了啊 就跟你說一下啊 我跟你講啊 男人不要這樣 婚姻維持喔 沒有這麼容易 沒有這麼簡單啊 你的家庭這樣很好啊 我說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一頭霧水什麼的 他說 沒有啊 就有朋友說 看到你最近來打球練球 都戴一個年輕的妹 像大學生一樣 然後後來戴個帽子 怕人家看到的 好好好 我也沒有說我要戴 他每次都自己要跟啊 那我有什麼辦法 就這樣 都要跟啦 你看 年輕的妹 你好 年輕的妹 年輕的妹 怎樣 耶耶 嘿嘿嘿嘿嘿 小玉批 够伯伯 手機在 未未的手上 然後 帆船的繩子 勾到了她 手機架 然後她就 一放 就 在這裡面 唉唷 好煩喔 然後我現在 好 眼就是看到她 都超臭 等一下 我救生衣的人 手机抓的 不跟救生衣一起普通跳下水 抓好手机 他就手机要掉 他是被抽走的 我刚以为我老公也离婚 人类学习 小白哥报报 斗志孔老婆把iPhone掉海里 下风惨哭以为要离婚 我们把船弄下去 然后一步一步来 慢慢来 是 斗志孔暑假带着七小一起去学风 凡制造了不少回忆也差点 酿成悲剧 他拿GoPro手机在老婆韦韦手上 好笑了 现在就是 刚刚在拍的时候 手机在韦韦的手上 然后 帆船的绳子 勾到了他手机架 然后他就一放 就 在这里面 是不是 退朝退到底的时候 我们再下去找 没有就是 再买一只手机 好笑 但东西都不见了 很多东西都在里面 我们出来玩了八天 第九天 影片都在里面 他绝望全写在脸上 哎呦烦喔 你怎么这么有信心啊 你告诉我 真的 你立刻叫信心 因为我找过两三次东西上来 找什么 你找过最难的是什么 风标 眼镜 手表 如果是这样感觉上有幸会 微微现在已经 哭到快 哭到不知道哭到哪去了啊 算了 不用太要求他 然后我现在 眼睛就是看到他都超臭的 对啊 笑了那一句 那边 你去看那边 看吗 如果退到那边 有这一种 天哪 我快疯掉了 小朋友暑假回忆全在里面 我急掉我不会哭 光想到这里我都快哭了 诶吐完满腹苦水也差不多退潮了 可以下海打捞咯 耶危机解除 渤海欢腾 我们在完全看不到的泥浆里面 应该 加油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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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爱你 压力很大 你哭什么哭 对不起 你哭什么哭 去跟 去跟对人说谢谢 去跟对人说谢谢 No problem OK 这应该要舌吻才可以的 不行 啊女朋友 哈哈哈哈 我刚刚以为我老公 跟我离婚 哈哈哈哈 微微超可爱的啦 诶有事情要说诶 可以报答保护专线113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 来哦 开箱 开箱哦 手机 好感人哦 而且还会亮诶 真的干干净净这样的话 然后我刚想说完蛋了 我的婚姻危机 哈哈哈哈 不会啦不会啦 不会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 就有婚姻危机 是吗 你刚刚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诶 哼 哈哈哈 你不是看GoPro 你解脑你解脑 看我怎么讲 小两口打打闹闹的真好笑 再看一次你GoPro怎么讲 三立娱乐新闻 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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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